大家好阿靖 兩名水上芭蕾選手跳入水中 跟其他隊友會合後 大家一起頭上腳下 下半身浮出水面不停旋轉 動作整齊化一 充分展現利於美 但他們在心情練習的同時 還要隨時留意炮虎攻擊 曾在三年前的東京奧運 獲得銅牌的烏克蘭水上芭蕾選手 雙胞胎姐妹花 瑪麗娜和弗拉基斯拉娃 回憶起當時的情況直說 真的很艱難 兩人的家鄉 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經常遭到戰火攻擊 有時空襲警報一響 姐妹倆甚至顧不得 換下身上的施勇衣 就要趕緊躲到防空洞裡 戰火還迫使他們離開家鄉 跟隊友一起在意大利受訓半年 期間還輾轉到法國 波蘭 西班牙 日本參加比賽 直到最近才返回家鄉哈爾科夫 繼續為進軍巴黎奧運進行訓練 另外兩人之前曾明白表示 不希望在奧運比賽中看到俄羅斯選手 但後來改變了想法 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在比賽中奪牌 不但是對俄羅斯最好的回擊 也可以藉此向世人展現烏克蘭的勇氣 因此不管訓練再辛苦都會撐下去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